老玩家都熟悉的斯斐斯 最近好像變得很強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 第二隻回過英雄推薦 斯斐斯 上一隻是納克羅斯 有興趣的話可以到頻道看看 喜歡影片呢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看看斯斐斯 斯斐斯呢其實並沒有被改強 只不過呢跟環境變得更適合他 比如現在強勢的大英雄 像是布萊特 潘因喜羅還有悟空 悟空非常常見 斯斐斯打他們都算輕鬆 主要是呢我們可以打死對方 一套爆發 而對方呢打不太死我們 斯斐斯呢太硬了 如果對方呢出呂布之類的 就算我們互相買不了對方 那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抓他的後排 斯斐斯在後排的速度呢 比敵方更快一點 畢竟呢我們是一套爆發型 目前流星的射手呢 斯斐斯的有三挺好打的 所以呢這版本 你練他就沒錯 基本上呢從我們剛開始 直接是傳說以來 最後斯斐斯上了不少分 到現在依然能夠上分 可見他有多穩定 其實穩定強勢的英雄 所有敵方呢 威樂或者首殺 那剛上次的呢就幹大事了 這邊再來 如果抓不到沒關係喔 差不多的兵線呢 也差不多該走了 讓我們射手來幫忙 吃個魔龍 成功拿下 前面那隻魔龍呢盡量吃喔 滾水球 OK 注意到敵方的特安娜斯 走那麼出來 前抓 一三普攻二 基本連招呢 細節的話 你可以在中間夾雜普攻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 大招比較空 那就好了 熟練你的大招 你可以直接踩 你可以一技能之後再踩 你可以緩速之後再踩 一般來說老手呢都是直接踩的 我們要做到的是呢 降低敵方的反應時間 敵方看到瑟菲斯過來 一定會躲的 如果敵方無法反應呢 比如預判新的 那就好辦 既然我衝到敵方的後排中 可是因為我們太硬了 所以就沒大礙 這波拉到比數 四比一 相當霸道吧 因為瑟菲斯呢比別人硬 而且呢二技能還能夠回血 這是我們的優勢 如果說瑟菲斯的缺點呢 那是我們可能打不過蘭鐸 這種傷害很高 而且機動性很高的英雄 會被風箏 好像其實呢 是蘭鐸現在沒什麼能玩 所以呢瑟菲斯基本上 也沒什麼天敵 像這一場呢我們唯一要注意的 其實是阿奈特 阿奈特的大戰呢會把我們隔開喔 其他之能的島還好 敵方凱撒路 弗洛倫 其實我們打弗洛倫呢也挺簡單的 如果是單挑的話呢也不會輸 當然呢我們不會貓然跟他單挑 我們可以等一些實際隊的時候 再來打架 畢竟呢弗洛倫的強勢點是單挑 那我們幹嘛要如他所願 他想是單挑呢我們就圍毆他 那就對了 這一場我們就多抓敵方的 維拉還有特拉納斯 多到幾次呢敵方肥不起來 而我們會很肥 這是簡單的策略 再來拉後排 抓到特爾 帶走 流魔王也頂得不錯 我們喜歡呢 懂得更打野的輔助 這種輔助呢挺難見的 就算玩本號呢玩電風塞也很難遇到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呢流行一些吃兵線的輔助 想想都很氣 你的輔助呢一直吃你的兵線 真的不舒服 所以呢我們很喜歡這位牛魔王 懂得更喔 懂得更打野的輔助就是好輔助 彩虹子 因為我們很硬的關係呢可以前去坦 而且二技能能夠一直回血 技能能卻也不會太慢 踩到猴子 帶走猴子 再帶走敵方的特拉納斯 這邊像火車一樣衝過去 勢不可擋 拉開 敵方弗洛倫夠來了 我們都沒招沒血了 先不要跟他玩 這回事呢你要熟悉他的動作喔 會比較快一點 速度比較慢一點點呢 那是我們的缺點 所謂的速度慢呢 也不是機動性超 那是他動畫呢有點慢 比如一技能 還有我們大招會跳起來 速度快會代表像是納克羅斯 那算很快了 踩到 射手被我們踩到呢通常是死定的 或者是那隻脆皮英雄 我們在玩法射手呢 也不喜歡被瑟菲斯踩喔 雙方的點呢 敵方就是要躲開 如何不要被我們踩到 而我們呢則是如何去踩到對方 一樣我們的策略 就抓法師跟射手 因為魔王已經坦傷害了 那我們可以二次進場 瑟菲斯這種 戰士型呢 最好就是第二個進場 除非我們能夠直接踩到射手跟法師 這邊我們可以稍微冒險 還是不要了 還是要 猶豫不決 幫忙把這個隱形猴子打走 看來暫時沒機會 瑟菲斯的續戰力呢也是非常強的唷 唯一需要的是懶buff 二技能的回血 吃兵速度吃野速度也很快 你看我們吃野基本上是不耗血的 除了被這個弗洛倫 戳了一下 哎唷 感覺可以復仇 一普攻 我們又現在點滿一技能 所以強化普攻傷害很高 你看我們殘血 還可以往敵方人群中撐 納克羅斯拿你可以 又是其他刺客呢 殘血往前衝 基本上是死定的 那是我們的優勢喔 就是硬 比別的硬就可以囂張一點 想要盾敵方猴子 結果沒看到他 不知道去哪了 你看我們吃一吃野怪 血量就回得差不多滿了 吃掉魔龍 先過去幫忙一波 抓到敵方的法師 然後射手 就如我們劇本一樣 先抓法師跟射手 都打下之後呢 其他人就打不死我們 喔猴子沒傷害了 一技能普攻 帶走他 完成三連殺 隊友應該可以推高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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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位移也算多 而且還蠻遠的 先把水量補一補 好 悟空 那我們先來吃個凱撒 再推下路高低呢 我們就三路全破 先把商務兵線帶進去 就算我們要推下路呢 上路兵線也是要管理一下 要三兩路給敵方壓力才推得進喔 如果敵方只守一路呢 是很好守的 猴子 哎呀 起的怪 以為他看到我們呢會跑喔 最後買出王者先 那也差不多可以結束遊戲了 那就拆主堡 最後撤毀主堡 贏了這樣遊戲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的回過英雄推薦 瑟菲斯 一隻相當穩定的選擇 目前版本呢沒有被改強 可是呢版本生態特別適合他 主要是呢是在長出英雄 是非是可以克制他們 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